主席 各位同仁 各位校長 各位媒體先生小姐 大家好 我們有請故宮馮院長 馮院長 馮院長 午安 有關於 我們故宮的這個 101年的這個決算 我們在 消費合作社 這幾年來 我根據你們提供的資料 這個消費合作社 在委託外面製作這些 故宮文物的仿製品在銷售 成本都是四成 那麼管理會會變動 也就是說呢 當本院 批評你們把合作社當 消費合作社當做你們自己的福利社 把故宮當成你們自己的後院 去圖利你們的員工的時候呢 你們 每批評一年 你們管理會就突一點出來 還給這個 故宮文物發展基金 每批評一年就 管理會就少一點 那你們就 多一點出來給這個基金 我們認為這個情況呢 非常不可採 所以我個人呢 召開記者會也在本月裡面 批評這個問題呢 你們現在明年 是不是要改成 用公開招標的方式 報告委員 蕭和 我們所有的商品委託外面 廠商產製 是由我們國立故宮博物院 文創行銷處為之 蕭和社只是代售機構 蕭和社的 它的管消費用 其實只佔了百分之二十幾而已 那是降下來呢 上次也跟委員報告了 已經降下來是二十幾 以前更高 但是你們的成本都是四成 另外有百分之二十 進入我們藝術發展基金 對 原先是有百分之四十 進入蕭和社 但是剛剛如同委員說 我們後來 陸陸續續 緩消費用加降了對不對 對對 不斷的改 那現在 管消費用 你們管消費用 就降一點 吐一點回來給基金會 我們成立 我們從福利會轉型為蕭和社 所以我們認為 這個管消費用 這個管消費用 就是你們在動手腳的地方 報告委員 我們批評一次 你就吐一點回來給基金 我們不批評 你們就留著 當你們自己的私房權 這個蕭和社 是從民國九十年轉過來 那是一個事實 對 那這個事實不是重點 我現在要問你就是 明年是不是要變成公開招標 已經在進行之中了 好 重點也在進行招標 你們的主任秘書來跟我講 所以由於本院有一個決議 也就是說 這個故宮的紡品 紡製品的 銷售的盈語必須角庫 是 他說公開的招標條件裡面 會有一條 紡製品的盈語要角庫 這是公開條件嗎 是的 因為是主決議文 混蛋 你有幾百月的決議 第一齁 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立法院確實有 我請問你 當你講到說 黃治平的盈語要角給國庫的時候 誰要來投標 我以為主任秘書騙我還真的咧 我們可以提供那個立法院的公告 還有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 那個是屬於蕭和射 基金會原來的運作模式 言語要角庫 如果公開招標以後 那另當別論嘛 你們怎麼可以用這樣來扭曲本院的意思 沒有我們覺得 我請問哪一個盈語事業 他的言語要交給中國民國國庫 他願意來投標 所以我們希望 所以你們就是要讓他留標 只有你們蕭和射 對不對 惡劣 我們沒有這個意思啦 目前已經在上網 你們這個做法就是惡劣 在十一月 我跟委員報告 在十一月十四號 我請問哪一家 盈語事業 願意把他的言語全部講庫的全體之下 願意來投標 我聽說已經有 有好多家來領 領那個招標文件 你聽說我沒有聽說 喔 那一定是 你們這就是綁標的行為啊 也就是讓其他的業者別來 只有我們的蕭和射 最後呢齁 剩下蕭和射 最後變成我們一定要用你們的蕭和射來處理 這有夠惡劣 有夠惡劣 有夠惡劣 我們本院是要你們公開招標 跟民間的廠商來招標 賺取合理理論 其他的齁 我們再來處理 你竟然把這個本院的決議說 仿製品的言語要繳國庫 納入招標條件 這個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立法院的決議說 我們中華民國之所以 財政會惡劣的問題了 中華民國財政之所以惡劣 就是要你們這些公務人員 從清代的故宮 延期這個惡劣到現在 我到本院來兩年這一次 第一次這麼 好 發脾氣 大言不慘 本院的決議 是說在原來的機制之下 英語要繳庫 你公開招標以後 另當別論嘛 你怎麼可以公開招標以後 還把英語繳庫當成招標條件 這是主決議文啊 我回去再研究一下 我們是不是可以 不遵守立法院的主決議文 我真的不太了解 這個我 我承諾我回去研究 另外 你們在玩弄本院的決議 你們在玩弄本院的決議 其實我報告委員 我們都已經在遵循著立法院的所有的決議在進行了 那今天委員又說我們遵循的立法院的決議又不對 委員的決議是針對原來的你們消耳社 來受委任的機制 不是那麼簡單的委員 我會查一個案好不好 將來公開招標以後 另當別論 你不可以把英語要繳國庫當作招標條件 你這樣會把所有的廠商嚇跑 很多工藝性的廠商他們也願意來啊 都已經有好多家來領標了 連故宮的員工都不想做公益 我還期待其他的業者會當中做公益 好 請 黃彥長回座 謝謝 我們有請 好 時間再停一下 來 那個時間再停一下 那個 給你提醒一下 你只剩下八 還是 還有兩分鐘嗎 兩分八 好 兩分零八秒 三位 三位科研區的首長 來 三位局長好 我們科研區的作業基金現在已經負債一千多億 負債一千多億 我們在101年度 我們的廢水的處理 我們虧損4.67億 4.67億 也就是說我們 在 三個科研區 處理廢水總共 成本15億多 15.4億 但是呢 只收入呢 齁 這個 10.7億 所以 一年 單單廢水處理 我們虧損了4.67億 有沒有這個事情 報告委員是有這個事情 為什麼會有這種事情 為什麼最主要的虧損都是因為新開發的園區 他還沒有廠商進駐之前 他要營運他的這些成本呢 都要這個 這個發生 哪一個園區是新開發的 對 好幾個新的園區 在我們北部園區 所以新的是南科不是嗎 對 南科 中科 南科 現在已經不是都很多廠商進駐了嗎 對 後面開發的幾個園區 這個北部 擴展出去的 北部也有 中部也有 南部也有 例如 我們在新竹園區就是屬於北部這一部分 但是我本席沒辦法理解 這個廢水的處理 應該有廢水進來才有處理的成本 比較高嘛 建設好的時候齁 因為 科全區要廠商進來齁 一定要先把污水處理廠做好 如果污水處理廠不做好 進來廠商 那當然啊 這是一個固定成本啊 對 這是固定成本 所以 我們是先建好污水處理廠 招商的時候 因為有些廠商進駐的比較快 有些比較慢 像我們竹科都滿滿了 就沒有 南科也都滿了 大概沒這個問題 中科本身部分也沒有問題 但是 周邊的幾個 幾個 分支的這個園區呢 都是新建園區 比較有 有這個 污水處理會 就是污水處理的命運 那群務局長在這種 這種虧損狀態 這個不乎成本 不乎成本的狀態 大概什麼時候會改善 是我們三個園區都盡量努力 那個小園區都會加強 招商 大概幾年內可以改善 因為我們現在 是 負債上千億啦 那每年又擔當污水處理 就四億多 這樣下去不得了 我們拜託局長呢 能夠想辦法 那趕快再以 設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是 謝謝委員 謝謝局長